《水浒传》讲述的是北宋末年 由于政治腐败,皇帝昏庸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发动了歧义 来反抗朝廷黑暗统治的故事 宋江是施奈安所写的《水浒传》中的人物 是梁山好汉的头领 108位好汉就是在他的带领下 邪救了一番辉煌世界 梁山好汉们聚集在一起 除暴安良,匡扶正义 发展越来越壮大 于是当时的北宋朝廷就有了向他们昭安的想法 宋江在收到消息之后 与一众兄弟考虑再三 最终同意了昭安 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次决定 梁山好汉几乎全员覆灭 均被朝廷奸臣所害 假如当年宋江执意不接受昭安 统治的运动其实都是在做无用功 几乎从封建王朝开始的农民起义运动就没有成功过 也证实了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水浒中的108位好汉自然也是失败的结局 108位好汉以吉时与宋江为首 主要由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奎、智多心无用以及行者武松等人组成 他们自上梁山之后便一直行侠仗义、为民除害 让百姓连连连叫好 但是这108位好汉都是光明磊落之人吗? 当然不是 梁山好汉里有的人是在朝廷之上郁郁不得志选择上山 有的人之前是鸡鸣狗盗之辈做的是偷盗的勾当 有的人之前甚至是穷凶极恶之徒 而在他们上山之后均摇身一变以好汉著称 但是他们其中有些人所做之事却是配不上这好汉的名号的 就是这样一群人在梁山之上扛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 但要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一个人原本的秉性是很难改变的 想想这些之前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的人 上了梁山之后也不会做什么好事 像石仙、段锦柱等人之前干的就是偷盗的勾当 一个人偷马一个人盗墓 再像其中的孙阿娘等人干的纯属就是害人放火等罪大恶极的事情 要说108位好汉中真正的好汉也就是鲁智深和武松二人了 再说到他们的头头宋江 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情商高众兄弟情义 具有组织能力还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 他对于当时已经腐败的不行的北宋还抱有希望 即使上了梁山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报效国家 但是这个人骨子里又是一个自私的人 所以水浒传中记述的美其名曰是农民起义 但是这108个人中却没有几个是农民 可想而知梁山好汉由这样一批人组成 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的 为朝廷效力终被辜负 随着梁山好汉讨伐朝廷之战接连胜利 宋徽宗召集和他手底下的那些奸宁之臣可是乱了阵脚 本来以为宋江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 没想到他们却越战越勇 又直逼大宋江山之事 这时候有一位大臣提出来梁山好汉打仗这么厉害 咱们不一定非要和他们打仗 为什么不能向他们提出招安 让他们为朝廷所用呢 宋徽宗一听这是个好办法 于是便派张书业去办了这件事 当朝廷送来这个消息之时 宋江心中是感到欣喜的 毕竟他本身就有着报效国家的远大报复 虽然有不少人将梁山受朝廷招安 看作是宋江的个人行为 因为无论是在电视剧还是小说中 宋江一直渴望得到朝廷的认可 即使在遭到刺灭发配这样的屈辱后 仍不忘向朝廷示好 毫无疑问 宋江就是投降派的领头人 梁山上除了宋江以外 还有许多曾经在朝廷任职的人 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因为上司或者同僚的迫害 而不得不逃上梁山 但即使深知朝廷是如何的黑暗 以双边护圆拙大刀官胜为首的前体制内成员 还是将梁山作为一个暂时落脚点 期待日后归顺朝廷 除了本就是朝廷官员的众人外 梁山上还有不少的有产地主 至少在上梁山之前 他们也都是地方豪强 玉麒麟、卢俊叶和小旋风柴靖 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他们虽然和朝廷交往不深 但是对曾经的生活十分怀念 在心中也是将归顺朝廷视为正道 除了有明确朝廷想法的 梁山上也有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朝廷这件事上 不反对就是赞成 而他们就是这类人 在江湖也好 在庙堂也罢 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想法 而是选择去硬核、去依附 他们模糊不清的态度 正是促成梁山接受朝廷的关键 有人赞同 自然也有人反对 但相比于赞同赵安的声音 反对赵安的声音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宋江流露出想要接受朝廷赵安的态度后 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的人 寥寥无几 其中说话分量最重的 便是鲁智山、武松、李逵三人 但这其中 李逵作为宋江的私生粉 自然是哥哥说什么 鞍铁牛便做什么 如此一来 倘若宋江以一己之力反对赵安 那么势必将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 这其中不乏梁山上有头有脸 可以通宋江分庭抗礼之人 而站在宋江这边的 除了以吴用、花容、李逵为代表的一众铁粉 就只剩下和他有血缘关系 或者师徒名分的几人 归根到底 接受朝廷并非是宋江一人的决定 而是梁山上大多数人的决定 宋江只是在适合的时机 将这一结果公之于众 而在接受了朝廷的朝廷之后 他们开始为了朝廷四处征战 一举平定辽国、田虎以及王庆等地 最终他们被指派去平定方辣 也是在这一战之后 梁山好汉几乎全员覆灭 方辣一战打得十分不易 诸如林冲、杨志等59条好汉 在征战中阵亡 武松、鲁智深在杭州之时选择出家 李俊、童威等人选择离去 不再为朝廷效力 所以等到班师回朝之时 一百丹八将只剩下了27人 可谓是损失惨重 宋江以为打了圣仗回到朝廷 等待着他的会是奖励 没想到等待他的 却是奸臣高求等人为他准备的毒酒 为何说宋江是一个自私的人呢? 毒酒本是赐给宋江一人的 但是由于李逵还活着 宋江怕去世后李逵去败坏自己的名声 于是先哄骗李逵喝了毒酒之后 他自己才喝的 可见仅仅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就害了自己的好兄弟 确实是很自私 而在宋江去世后 其他侥幸还活着的好汉 也是被这些奸臣迫害而亡 这一百零八位好汉走的走 亡的亡 宋江发誓要报效的国家 终究是辜负了他 而他也辜负了陪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 很多人不禁发问 如果宋江不接受招安 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即使他不接受招安 梁山好汉最终的结局也是散火 首先 给予梁山好汉的定义是农民起义 自古以来 由于农民这个集体自身的局限性 农民起义基本上没有成功过 所以即使他们的仗打得再漂亮 他们失败的结局也是注定的 其次 一百零八位好汉 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他们之间有政治之人 也不乏奸诈小人 这两种人追求注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百零八位好汉 永远都不会是一条心 一百零八位好汉团结不到一起 这个起义注定不会成功 再者 他们的头领宋江本质上是个自私的人 这样的人即使是起义成功 掌权之后也会对手下的人进行猜拣 对身边的人下手 最终怕是会引发内乱 自相残害 所以即使宋江最后没有同意招安 梁山好汉也不会有一个好结局 因为各自追求的不同 很容易因为某件事的意见不合 就分道扬镳 所以即使他们最终没有选择为朝廷效力 最终也会走向散伙 梁山众人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但细细想来 这却是他们最好的贵宿 人们总说宋江走的是投降主义路线 是害了梁山好汉的罪回祸首 但姑且不论梁山众人当不当得起好汉之名 投降主义的道路却是众人实打实的选择 但是108位好汉的个性鲜明 他们的故事成就了四大民著之一 《水浒传》 使这本书作为文化瑰宝广为流传 其实他们作为农民勇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 还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俗话说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人们只记得三国演义里的智迹百出与勾心斗角 却忽略了《水浒传》斗争背后的波爵云轨 人与人之间的角逐 有时要比国与国之间的抗衡更加复杂难懂 而《水浒传》的精彩之处 就是能将最复杂的人性用最简单的语言写出 不知道大家对梁山昭安这件事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